世界最好的宗也很好 就说宗好在哪里 好在是我喜欢他调到哪里 他就去哪里 看啊 我喜欢他调到哪里 他就去哪里 这个宗哪是我的太太 叫我的孩子失踪的时候 那有天我在玩那个宗的时候 玩那个宗 突然间是你感动的 歧视我 如果这个宗哪 是我掌控的多好 我要他慢一点 就慢一点 我要他快一点 就快一点 我要他打我零 就打我零 那通常的小孩子 喜欢宗比较快 快点放鞋 对不对 快点考试完 快点放假 长大一点 快点追到女朋友 快点追到男朋友 那做生意的人呢 都喜欢他做慢一点 因为常常不够时间用 对不对 慢一点 慢一点讨论 慢一点讨论来 慢一点出鸟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是我们做生意做工作的人 做工作的人呢 可能喜欢做快一点 快点放鞋 快点打薪水 快点新人到打包吾 对不对 老人家喜欢过中导厂的 古时啊 我十八岁的游戏啊 不知道多笑 为什么有贵也没有呢 古时我也是有贵 古时我也是有贵 古时我才知道我买水哦 不知道哦 我只要靠我了 喜欢那种导厂 很喜欢导厂 为什么呢 很想抓那个过去的东西 对不对 我想怎么样 我最希望就是 我要他停的时候他停 我要他走快一点就走快点 我要他走慢一点就走慢一点 我如果希望可以保留更好 这是我的惩罚 如果上帝要跟着我们的时间跑 我告诉你 一定很糟糕 对不对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一个信息 说你服上帝的时间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时间 外面 你希望你的时间的情况 发生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来的 因为上帝给人二十个小时 一个月三十或三十一天 一年三百六十五或三百六十六天 没有得改变了的 他一直往前走 没有得改变了的 各位姐妹 今天我要告诉你 什么情况你得到答案 就是当你顺服的时候 什么情况你蒙福 当你顺服的时候 什么情况你会看到改变 你会得到平安 就是当你顺服的时候 那上帝的时间在走的时候 有一个情况 如果你选择不舒服的话 你用你的手去动上帝的时间的话 嘿 会出了抵动 如果你顺服上帝的时间 虽然你现在看到痛苦的情况 但是我告诉你 当我的时候 大概这个比较 这个比较忙一下 到他到了时候 到了时候 一定改变了 一定改变了 好不好 我们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好不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个人 这个人叫亚伯拉罕 他才说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要从第一天上帝跟他说话开始 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一起来探讨 创世记第十二章到二十一章 那么长 九章的那个经文 大家一步一步来看好不好 好 到谁跟第一章 告诉他 哎 你要专心 你要专心 不然你追不到 不然你追不到 感谢主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上帝第一次 应许亚伯拉罕 创世记第十二章 一字世界 创世记第十二章 一字世界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诸富家 王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种祝你的 那我必赐福他 地上的万里万族 都要因你的福 亚伯拉罕 罩着耶和华 奔赴去了 罗德也和他同去 亚伯拉罕 住哈兰的时候 年七十五岁 必须祷告 老天父母求告的圣语 求你 你应兴兴在我们当中 感动你的心 让我们明白 你的心意 谢谢你 求你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得圣人求 阿们 那你看到 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人叫 亚伯拉罕 很多人都称他为 信心之父 其实你 小心地去探讨了 整个历史 他整个生命 整个生命的历程了 其实他没有生气 没有信心的 为什么他称为 信心之父呢 因为他是上帝 训练人成功的代表 所以他称为 信心之父 所以他跟我们 普通的一样 都是上上向下 奇奇落落 信心有时大 有时小 都不过常常都是小的 大多数都是小的 那段经文 我们看到第一次 上帝 告诉他 他的心意 第一次应许他 上帝应许他说什么 你必成为大伯 那这个时候呢 他一个孩子都没有 那时候他75岁 一个孩子都没有 怎么成为大伯呢 他听了 但是他心里面 没有信 第二次上帝应许他 看12章6 8节 圣经这里说 亚布兰经过那地 到了世界的地方 摩意相处那里 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 也要把他向亚布兰 显现说 我要把这地 赐给你的 后遗 很清楚 这个地 你的后遗要回来 就是以后你死了 你的后遗要回来 这个地方 我将这个地方吃给他 他有没有信啊 他虽然尽快来给我 但是他听了还是摩摩乌 因为当时候 他已经75岁了 第三次 他跟他的子儿 罗得出来以后 因为他的子儿的牧人 和他的牧人 相骂出了事情 所以他觉得说 我们两个都是骨肉之亲 所以本事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所以不可以太极 他告诉罗得说 你往哪里去 我就往另外一个方下去 你向东我就向西 你向北我就向南 总之我们两个人 不可以争议的 我们的故人 不可以这样子相骂 因为我们两个是亲戚人的 同样血缘的 罗得答应了 罗得就选择 我一片美地了 那片美地就什么 如果你们读圣经的话 就是所谱马和摩拉 他有美的那地 但是 亚伯拉罕看到选了这个地以后 自己在看 好像没有什么地可以选的 心里在 在没落的时候 上帝在安慰他 第三次 上帝来 跟他说话 我们来看 第三章 是世界到18节 罗得离别亚伯拉罕之后 耶和华对亚伯拉说 从你所在的地方 你几乎像东西南北观看 凡你看见你亲戚 我要赐给你 而你的后遗 直到永永远远 他在告诉他 你看 你看 我要使你的后遗 如同地上的沉沙那样多 人若数算地上的沉沙 才能数算你的后遗 哇 这个时候的 阿伯拉很75岁 可能76岁 可能77岁 这样子想 我一个叮都没有 你叫我看沙 而且告诉我 说我的孩子 好像我的子孙 好像傻那么多 很难讲 这样 OK 第十章 那这个时候呢 他提到风筝什么呢 就是罗得离别所够 住的时候呢 有外地人来 贡献罗马城 走够马城 然后把他的子儿 罗得带走了 捕走了 把钱卡也捕走了 这时候他心急如矣 然后他开始祷告 让他带领了他的兵兵百多个去打仗 结果这个百多个人呢 竟然战着剩了那个四五个 那个城的王帝 把罗得带回来 把罗得带回来 他的财产就增加了 以前的人也打仗了 你知道 是抢财产的 对不对 去到那城 掳掠他的城 财产就是他的了 他财产增多的时候呢 他开始有一点无奈 失落感 这个时候他在讲什么呢 这么多财产做什么 我都没有孩子 上帝已经跟他说话 第三次了 他还是不明白 第四次 上帝一明白 这时候耶和华在意象中 有话对亚伯兰说 亚伯兰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 比大家常吃你 亚伯兰说 主耶和华 我去五指 你还吃给我什么呢 并且我要我承受 我家一夜的是 达法社的以利一谢 以利一谢是谁呢 是亚伯兰的仆人来的 当时的文化是这样子的 既然我没有孩子的话 我就把我的产业传给我一个忠心对待我 我所疼爱 信任的仆人 就是以利一谢 OK 他在想还是想不通说 这样子的话 我就准备交付财产给我的仆人 以利一谢 然后你看 上帝怎么跟他说 耶和华又有话 对他说 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 你本身所生的 告诉你不是你的 一定要从撒来 不出来的那个才是 他也是不明白 一是领他走到外面 来来来 去来去去 我看撒了不明白 你看心 他说你看天上的心 你向天观看 数算重心 能数过得来 有的你说 你的后裔要如此 心 你也看不明白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要跟你讲 OK 如果你是上帝的话 你几次 你几次告诉了那个人 才应该听得懂 如果是你的话 上帝 你说上帝几次跟你说话 你才跟你顺服 你才跟听得明白 如果我是上帝的话 那到了这个程度 已经开始有点疼堵了 有点火了 火滚了 我上帝很期待 他就是那么温 那那么温柔 幸亏我不是上帝 不然死得了很多 感谢主啊 这样子可以来讨 不然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意 那这个信耶和华 你不要以为他是长信 他是当天 哦 信了 上帝竟然以他 这种的信心 说以他为意了 我再来看 那方人的程度 上帝说讲来讲 自己还是不明白啊 不如我做一件事情 你常常做的 我给你明白 什么事情呢 我来看 15章第7到11节 耶和华对 他说 我是耶和华 陈临女处加了底乌尔 为了将这几次给你为业 要不然说主耶和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这地是我的 还是不明白 OK 然后耶和华说 你为我娶一只三年的母牛 一只三年的母 母三羊 一只三年的公棉羊 一只半鳩 一只雏鸽 然后来就娶这些来 每样劈开 分成两半 一半对着 一半的排列 只有鸟 没有劈开 那为什么耶和华做这件事情呢 我告诉你 这个呢 圣经有学家研究了 这是当时候人家sign agreement的情况 现在sign agreement 以前是这样子做成意 大家走在一起 但是你不信我 我不信你 OK 我们去救助啊 进来我们的报纸 才能说救助啊 有一个老人要 jump back it out 有没有看报纸 对不对 jump back it 我不怕你 我jump back it 对不对 以前jump back it 在那时候是这样子 一直留屁成两半 然后你和我在众人面前走过 谁毁这个业 就好像这只牛这样子 没有 那上帝的做一致啊 其实做一件事情呢 是一直很 对他对上帝来讲 可能是很荒唐 很无聊的事情 这人的事情呢 不过上帝为了让他明白 竟然做了人的事情 而且做多了 普通人是用一只牛的 他说你牛也拿来 山羊也拿来 绵羊也拿来 除隔也拿来 然后这个帮酒也拿来 把所有献祭的那个情况都拿来 全部去哪一半 排掉 两只鸟 两半的那个牛 两半的公羊 两半的绵羊 两半的母山羊 两半的绵羊 就拍一拍 剥开以后呢 发生什么事情 我来看 第十二 地书里当十二节 日头震落的时候 亚伯拉乃沉沉睡了 忽然 有金人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 上帝赐亚伯拉罕一想 就是越色到摩西的时代 即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情况 那时候 亚伯拉罕 连一个孩子都没有 他已经指示他 四百年过后的事情 我们来看 耶伯拉罕亚伯拉罕说 你的确知道 你的后一币寄屈别人的地 就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 我要惩罚 后来他们必带了许多财务 从那里出来 但你要想大寿数 平平安安的归到你的业主那里 被人埋葬 上帝赐亚伯拉罕 让他看到病者 看到一个视频 OK 这个视频是四百年过后发生的事情 就是四百三十年 以色列人在埃及待的四百三十年 就是夜色过后 受苦受难 对不对 然后摩西把他们带出来 这个情况 省字更多一点 我们来看 第四代 到了第四代 你们并回到这地 因为亚伯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意 那这句话里面 带着很很大的历史的那个根据 怎么样呢 阿伯利人就是当时候 亚伯拉罕站在那边 看异象的民族 那个时候 那地的土族 最大的民族 上帝说 这个民族要毁灭 而且是被你的后应毁灭 将来你的后应让回来这地毁灭他们 因为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意 时间 他们的特别人马上告诉他时间 时间 那时候不是不报 时辰 会到 时间 然后 发生这件事情 当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 耶稣亚以以色列的贡献 加拿自败 对不对 那个时候 耶稣亚记 对不对 发生这件事情 反正这句话 日落 天黑 不要有冒烟的乳 并烧这个火把 从那肉 经过 上帝做了一件事情 怎么样 刚才他叫他排两排的肉 有一个火把 烧 烧掉那两排的肉 告诉 阿伯拉罕说 我跟你塞 跟你们 丁丢丁出来 明白吗 上帝经常做了这件事情 为了让阿伯拉罕明白 阿伯拉罕明白吗 到的程度 如果是你 你顺服吗 你听懂吗 我告诉你 阿伯拉罕听不懂 他做了一件事情 在十六章 一直溜接 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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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还是没有 这样 叮的 结果 让他晒了 他老婆等不及了 哇 轻烤 老婆等不及了 做了一件事情 怎么啦 哎呀 老的啊 你看我这么老了 又不能 不然这样子 上帝告诉你很多啦 还是没有真假 不知道 现实的情况 就是这样子啊 这就是人 这个人 看不懂上帝的时间 不如这样子 我叫我来找我干 就是下架 给你 然后他生的第一儿子 就是我 就是我呢 还不是一样 还不是你的儿子 还不是我的儿子 那人都喊算 那时候人喜欢 动上帝的时间 就是不能等 想快 每一去都想 现在要把这 当今没抓到 基督都把主材进去破 阿龙笑的要被人堆笑了 以南堡的要 全部都在一间调 听说 我们常常就是要这些东西 出事了 出事了 当你动上帝的时间 不顺服上帝的时间的时候 真的 阿伯南跟我弄弄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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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ok 出事了 他跟他的下架 结果出事了 下架大肚子的时候 就是这个女徒大肚子的时候 开始探亲他的祖母 ok ok so 这个时候呢 下这个时候上来才来怎么样 埋怨 你看吧 当人动上帝的时间就出现问题 阿伯南动上帝的时间就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广东话以为基华中国 嘎丑目掰 对 对 当你动上帝的时间的时候呢 你肯定出事了 这个事情啊不只是当时处而已 你知道下架生出来的孩子叫以色马力 对不对 以色马力就是整个亚伯洛 亚拉多人 阿伯人的后裔 阿伯人的底线 所以今天谁和谁打仗啊 就是以色列和阿伯人打仗 对不对 把他死亡人对不对 你看到吗 以撒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 以色马力后裔就是阿伯人 把他死亡人 所以两个在争战 到今天还没完没了 谁的错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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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姐妹 今天我告诉你 千万不要动上帝的时间 你一动肯定出事 而且合作的就是动了 时间慢了 动了以后时间更长了 动了以后咒诅领导了 动了以后那个问题更大 动了以后 来更痛苦的事情发生 上帝要你受苦的时候 你就安安静静受苦 上帝要你等的时候 安安静静静等 生命才会看到改变 他会突破 那时候上帝没有给你答案 是因为现在给你答案 你不明白了 他有当时间给你答案 就好像现在 阿爸他根本听不懂 上帝的话 不过上帝不停地告诉我 他还是听不懂 出事了 出事了过后 上帝还是很期讨 第五次 他还是告诉亚伯兰同样的事情 第五次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提醒他 他的运行 你们来看 《创世纪》第17章17节 那时候阿伯兰 99岁 阿伯兰年99岁的时候 耶伯兰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人神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我要以你立业 使你的后意既其繁多 阿伯兰服在地上 神对他说 我要以你立业 你要做多国的父 从此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 要叫亚伯 拉罕兰 因为我以你立你做多国的父 上帝再一次用 他能够明白方式 你换名 这个换名字 我就跟你立业 你的名字 记住吗 不叫亚伯兰 叫多国的父 他把你用一句话这样 多国的父 多国的父 他清楚再告诉你 现在我叫你换名 告诉你 你的名字 告诉你说 你会生孩子 他明白吗 他甚至叫亚伯兰 犯名 也叫他的太太 撒来犯名 后来撒来犯座 撒来 撒来的意思就是说 多国的母 还是不明白 我看 阿伯兰你们信啊 来到这里 我看来到这里 如果我是上帝的话 我真的会谈不通 我跟你讲 答案是我告诉你 阿伯兰你们信啊 你看 接着来 阿伯兰就夫妇在地 喜笑 心里说 他就夫妇在地了 很久很久 就久了 不过他心里边 在笑的时候 什么 一百岁了 还能生孩子呢 杀人 高兆威 夜间也断了 没有人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是吗 哪里能够生人 阿伯兰对神说 哎 他虽然听了 也不敢反抗 应主应主 啊以色玛丽 活在你的面前 以色玛丽就是他的那个 那个下架 和你铺的你啊 啊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随便应主一出面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有一个儿子 以色玛丽 是以后我知道了 他承受我的产业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跟你讲了 上帝真的很好脾气啊 神就对了 说不是 我再清楚地告诉你 你妻子不是下架 妻子 撒拉 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连名字我也叫你怎么取 你要给他取名为 以色 连名字也给他 不是 那个不是以 你跟我说以色玛丽 以色玛丽 我跟你讲 不是以色玛丽 名字是以色 欢啊 我今天呢 你和我也是这么欢 永远很明白 很奇妙 我告诉你 第六次 别大喊 他别大喊 我告诉你 这一次不是跟他讲话 他亲自来 亲自下来 这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 就是来找 罗拉罕 三个人代表三位一体的神 他亲自来 再连连讲 大声讲 小声讲 毕业了 什么都不明白 我亲自来 来到你面前跟你说 你看啊 第十八章 九到十五届 他们问了 不然说 你的太太在哪里 他们说在战盆 三人有一位说 到明年的时候 我必要到你 这里来 你的妻子 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上来在后面的战盆 本国也听见了 不然 而上来年纪老外 上来的印记也断了 上来心里暗叫做 我已经老了 你老了 你生惊 我主 你老外 哪里有喜事发生 耶华跟阿布拉罕说 上来为什么笑 说我已经年老 我真的能生养吗 耶华 到了论区 你看这里 明年这个时候 我必回到你们这里 上来必神一个儿子 上来就害怕 不承认 我没有笑 那位说 不然你是他笑的 上帝知道他笑 上帝知道他不信 上帝还是这么样应息 亲自来到他面前 变成个人的样子 跟他说话 事情发生了 真的出来的孩子 我们看 二十一章 一字之间 耶华按着心前的话 建库上来 便照他所说的 给上来成就 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 上来怀疑 到神所说的日期 大家说 神所说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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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你会被肩膀上 不是你的日期 不是你的日期 不是神的日期 是神的日期 感谢神赞美主 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 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 其名为 异撒 真的 一百岁的人生 和九十岁的 九十五岁的老女人 和老男人 是哪一个儿子 你看 上帝和亚伯拉罕 六次的应许他 行事毕业 坎流氧了泪 是一项 告知他四百年过后的事情 一眼后 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精致显现 好不然有没有幸福 有没有幸福 没有 我告诉你跟前面 今天还不是一样吗 我们是为了他听主的道 听到上帝在心里 圣灵动了你就是不能等 那什么是顺服 我来看 顺服是要等的 一人跟你讲嘛 顺服要等的 顺服要等的 顺服就是把主钱交给上帝 我会再过问 什么时候发生 到底 到了时候我相信一定发生 什么顺服 顺服是要信的 顺服要信的 信什么 信上帝一定不会带错路 今天如果上帝要我走这条路 一定会错的 我信上帝一定带我去对道路 不信啊 不信啊 阿波兰谈那么久做了那么多事情 他还是信不了 换啊 你和我还不是这样换 主啊 顺服是要信的 第三 顺服是要放的 他一定要放 放 要放 放什么 放你的生命 放你的问题在主的当中 主的手上 你要相信上帝在你的生命 一切的旨意都是最美好的 所以把随意去放给他 交给他的手 让他自由的掌管你的生命 今天上帝要我们受苦 你就受苦 今天上帝要我们面对这个难处 我们就面对 上帝要我们走一条路 我们就走 当你选择顺服的时候 庸姐妹 你的生命就改变 你又看到上帝的旨意 你心里面就平安上来 你又找不到真正的答案 不用等事情发生 你已经看到答案了 阿波兰当天如果信的话 不用做那么多事情来信的话 现在已经得到答案了 是等时间发生 同样的今天 上帝应许你知道 是等时间发生 你选择顺服吗 什么是顺服 顺服是要等的 什么是顺服 顺服是要信的 什么是顺服 顺服是要放的 我找了一个钟给你 你看这个钟有什么特点 这个钟是点真 这个真是谁哪种 10点 所以你是否硬做 一个无真的始终 让上帝来转面 1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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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沈 你带一个帽 我不是那个地方 我给他讲话 3点 这一股好事起来 他自己转 好不好 他自己转 他自己转 你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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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死 但 你要死 你要死 你要放 一起站一起来